来10月15号呢 萨贝宁 曾宝宜率领一众嘉宾明星亮相一档新节目的看片会 为什么大家都会把所有的目光 聚焦到萨贝宁的身上 大家都知道 最近是这个张子怡和这个汪峰这个词文传开的时候 大家都很想看一看这个小萨是什么样的态度 而且萨贝宁也算是首次公开出现在媒体面前 不过呢 人家都是见过失眠的 想从小萨的举止表情看出端倪来 并不容易 因为她总是乐呵呵的 但是有一首歌暴露了她的情绪 唱歌是演不了的 这两年由法制节目主播向宗益星主持人转型 大北宁的表现可谓游刃有余 也借着新节目的势头秀了一下自己的演艺天赋 真真地抢走不少嘉宾的风头 唱歌 冷笑话 为了配合这个节目的励志的氛围 我把自己的推打官 吐槽起搭档曾宝仪更是犀利不减 不过在曾宝仪眼中萨贝宁却是一个全能主持人 当天是张子怡和汪峰事件被爆出后 张子怡前飞闻男友萨贝宁首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不过她的心情看上去并不受张峰恋传闻影响 发布会从头到尾都保持着笑容 不适合嘉宾开玩笑 但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每次录节目 曾宝仪都会拿张子怡说事 然而当天 曾宝仪从头到尾绝口不提张子怡 只有萨贝宁唱起没那么简单时 大家才从歌词里品味出一丝分手后赶上了情绪 活动当天开放采访 因此不少媒体都准备向萨贝宁求证和张子怡分手的消息 但是一向亲夜的小萨这次早有准备 每等活动结束就提前离场 娱乐新天地往事不要再提北京报道 所以这也是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的基本素质 生活和工作应该是分开的 我觉得小萨不用担心 她也会有她自己怒放的生命 好 加油吧 加油吧